最近微星华硕都更新了新的微码0s123 这个微码据说是能在B版上面完全关闭CP 那对比旧的104微码哪个效果更好呢 我们这里成功把147K在B版上面从310W降到了198W 温度从100度直接降到了74度 并且R23和FPU都是能顺利通过的 原本需要360才能压住的CPU 现在240随人甚至风能都能压住了 另外我们这次还测试了Z790主板 没想到Z7才是降压的天花板 同一颗147K同一套散热系统 最低温度降到了71度 建议大家可以先收藏一波 如果好用的话能给个免费的赞那就更好了 那么在开始今天视频之前 这也要特别感谢Try水冷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Hi 大家好我是肥宅 在我们上次骂完英特尔之后呢 他们居然真的更新了微码 14台CPU现在可以直接在BQ0主板上面关闭CP啦 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我们的功劳呢 这次呢我们会做一下测试 看一下新的0s123微码和旧的104微码 哪个的降压降功耗效果更好 还不清楚什么是CP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视频 简单的来说就是13 14代i5以上的CPU 在B版上使用的话功耗会比下版上高很多 规避到CP问题之后呢 再进行降压操作 功耗可以下降很多 而且不损失性能和稳定性 本期的视频呢会把测试结果 总结成一个非常新手向的教程 方便打压操作耶 进入BIOS简单调几个设置就可以了 之前已经做过很多次CP相关的降压教程了 我看评论区说我还有很多没学会的 所以想发个投票问问啊 大家是希望那种特别简单 一步步跟着设置就可以的教程 还是说稍微设计点原理 把降压的思路交给大家 后面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可以自行解决了 本期呢我考虑是尽可能的做的简单 每一部设置都会有视频或者截图 需要用到的工具与软件 都已经打包好放在简介或者评论区了 只要跟着步骤多看几次 应该都是能学会的 如果还是不会的话 那可以进去问 我也会不定期的到群里给大家解答问题 那还是惯例啊 先来介绍一下本次的测试平台 当然啊第一个品就是TWICE的 展玉AMOLED曲面屏随冷 有一缩一在散热这么一个红的发指的市场 还敢往里面冲的 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 在外观这块真的非常强颜 跟常规冷头屏幕不一样 它采用了一整块6.5英寸2比1 2K60赫兹的AMOLED屏幕 应该是我目前见过冷头上面规格最高的屏幕了 并且做了一个90度的折角 配合特殊的视频啊 还有裸眼3D效果 这让我想起成都太古里那块3D户外大屏啊 确实效果是非常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啊 为了推动这块屏幕里面是 类置了一颗瑞辛威电子的RK3566 这是一颗四核心A55架构的AMO处理器 旁边呢是精纯的512MB LPDDR3内存 以及8G的储存芯片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台没有触屏功能的低功耗安卓手机 如果动手能力强的同学 甚至可以刷一个真正的手机系统进去 有强大的率力支持 当然就有更多有趣的玩法了 只要理想理论上可以放下一整部完整的电影 当然啦要500MB内 或也可以选择一次性放多个视频文件 它是支持播放扭转的 播完这个呢会自动播放下一个 10个播完之后还会重新轮回 另外啊也是目前唯一支持分屏的水冷屏幕 可以支持不同素材的同时播放 一边跳新宝岛一边激你泰美 可惜的是分屏幕前还不支持动画流转 希望后面能安排上 如果对它现有的素材还不满意 它的软件呢还支持快捷录屏 可以把自己喜欢的电影片段 MV Live等等都可以收录进去 还可以选择屏幕比例 分辨率 帧数 还有时长 录制时还有十分好识别的进入条 屏幕亮度呢也能手动拉低拉高 大大的降低了学习成本 那么大家可以给这个外观打多少分呢 外观看完了 我们把屏幕拿下来看看冷头内部 首先是一把60毫米的可调速风扇 在软件里面呢有四档核弦 主要是给供电散热 如果能给内层也带点风那就更好了 再下面呢就是A8的BOOM了 这个就没什么好聊了 就放点数据吧 不用说肯定就是对比某龙了 采用的统一588硅脂的情况下 手动300瓦的散热压力 RGB风扇能移1度 POL的风扇呢能移2度 A8的性能放到现在水冷依然也算是低梯队的水平吧 之所以这么选择我这里用我绵薄的认知略微分析一二 大家当听的乐就行 首先是A8加上一块安卓开发板 还带2K的OLD屏幕 硬成本就放在这里 那作为品牌的角度 当然不可能只盯着中国一个市场是吧 并且还是在国内水冷市场这么卷的情况下 那如果要走出去还要性能不错 除了致言 貌似就只剩下A8一条路了 在很多国家 Aztek是拥有非常多水冷相关的专利的 想要完全规避到这些专利 需要投入的研发经费和时间都是非常夸张的 那作为第一款产品 还要能瞬间锁住别的眼球 Checks在这一块确实做得很不错了 不单单是在国内有不错的热度 甚至我身边有不少外国的朋友 也特意跑来咨询这款水冷 拥有这么强设计能力的公司 我反而是更加期待他们后面的产品线 六位分析之后 我再来报一下它的价格 如图所示 360 ARGB 原本是2699 Po 版本是2599 剩下我就不读了 将会在4月8号上架京东 那剩下的硬件也快速过一下 首先是CPU 13700K和14700K i5 i9带K的后缀的CPU 都可以参考粉丝的降压教程 主板用的是微星的BQ0M刀锋态 以及Z790M Power 由于时间关系 华硕主板确实是准备了 但真的做不完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个人账号 飞载的春天 我尽量争取在本院内搞出来 这次我还搞了一对全新的内存 估计后续也是我们频道的常驻嘉宾了 来自实权科技的这个系列 824x2 M袋颗粒 在微星的M Power主板上面 是可以轻松的开启XMP8000频率 不过为了更加亲民 我们是手动降到了7000C40 这个真的就是踹一下就能到的水平 固态还是西数的 SM850 1TB的版本 最后要着重介绍是数据监测平台 首先为了准确性 当然就需要一颗好电源 毕竟全程都是在聊功耗相关的问题 电源这次用的是全汉Vita GM1000W 这是一款1000W 额定功率日系电容全模组 80Pass金牌 10年自保的电源 它比较特别是采用了最新的ATX3.1 它的16Pin显卡供电接口 用上了电气性能和安全性更好的H++版本 接口的每个触点都能跑到9.2A的额定电流 名字也顺便改成了12V 2x6 这个接口的电源端尺寸规格 其实和旧的12V High Power是一样的 旧的显卡也能用 对于ATX3.1标准 想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等一下一网准备出的电源科普视频 本体方面它是14厘米标准的ATX电源长度 对于比较紧凑的机箱来说 兼容性也会更好一些 为了更精确的读取数据 我们一共监测了三组功耗数据 首先是电源输入功耗 这是一台稍微大顶的功耗器 比家用插座那种稍微好一点 但也不是很高端 简单参考就好 在电源CPU供电线这里 我们加装了一台试播器 用来读取电源输出给CPU的独立功耗 最后就是A.64和HWinfo里面的软显功耗 和电压监控等等 那第一个先来试试新出的123维码 按照官方的说法只需要更新BOSS 默认状态下就是这个新的微码了 由于时间关系 这次就先做微星的教程 华硕后面会在我的个人账号更新 大家记得观众 这里先以微星的BQ0刀锋为例 在百度或你喜欢的搜索引擎 搜索品牌名加支持 一般就会出现官网的售后升级网站 以微星这个为例 输入你的主板型号 点击下载就能看到了 更新BOSS的方法就不教了 各家官网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需要注意的是更新完BOSS之后 微星这边记得要更新一下ME 更新完BOSS之后进入系统 可以使用A.64 在左边竖排这里找到主板 然后选择CPU ID 在微代码修订更新这里 就可以看到你当前在使用的微码了 如果不是123这样的话 请重新刷新BOSS 或者看一下BOSS下载20 如果备注里面没有明确写着123维码更新 那有可能就是你的主板还没更新BOSS 以上的工作都准备完毕之后 就需要进入BOSS准备开始调教了 这个仅限于10世代 我这里用的是1470K 把13代同学也不要着急 后面也有介绍的 首先在搜索框这里 直接搜索CP会出现两个选项 两个都把它关掉就好 其实理论上翻毕IACP就好 但避免出现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 就都选择翻毕 如果搜索不到CP相关质量 可以先搜索微码 切换成普通模式 重新进入BOSS之后就应该能找到了 这算是微星BOSS的一个bug 我已经给您大反馈过了 接下来这步非常关键 一定一定要做 把防御掉牙曲线调成MOS 7 曲线在这里 如果还是找不到的话 就直接在右上角搜索框里面 输入这个选项的名称就可以找到了 MOS 7 4一条向下的曲线 一般我们日常用就会选择这样的曲线 在少数核心锐频的时候 会自动给到高电压 在全核负载的时候 电压会相对降低一些 这样功耗也会更低 如果对曲线有自己理解的话 也可以选择其他曲线 这就不额外展开说了 重点是可以选择其他曲线 但不能不选 接着回到OC界面 在这个选项里面 找到这个AC Flowlight 这里只调一下AC选项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摸到了AC1 再下去0的话就会变成自动了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比全木认的状态 软显功耗从最初的310瓦 降到了216瓦 温度也从100度降到了80度 当然其他选项 我们也是有测试的 首先是Offset 负白CPU 这是直接不生效的 负白PWM它能生效 但哪怕降到最低的-0.14 也依然会过热 最后是上期视频试过 效果最好的Offset加AC 哪怕回到Offset到-0.05 也依然会R23爆错 细心的同学就会发现 就算是前面讲的123微码下 试出来效果最好的AC1的设置 要是7K的烤机温度 也只降到了80度 跟开头讲的74度 还是有不少差距的 没错效果最好的依然还是104微码 不要着急离开 这次104微码的降压教程跟之前会有所不同 效果是提升的非常多 并且这次还会有EC790主板的教程 我愿称之为104微码降压的2.0版本 那我们回到Boss把所有设置都恢复成默认 在右上角搜索这里输入这个MicroCore 把自动切换成这个No UVP 这个时候如果打个A.64的话 就可以看到在跑104微码了 先不要急着保存 我们开始进入摸索的阶段 只能先声明一下 以上的教程仅适合于13和14代代K后缀的CPU 12代的同学也请不要再问了 你们的CPU是用不了104微码的 甚至很多主板是直接不会显示切换的按钮 第二点每颗CPU都是有体质的 那当然降压也是有体质差的 我能做到这么低功耗 有可能是我这两颗CPU的体质相对比较好 所以说这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 不要懒我已经将我摸索过程中用过的设置 都放到一个表格里面了 会提供下载链接 大家对着这个表格一个个试过去就好了 那开始教程同样是回到OC Offset这里选择负白CPU 我个人建议可以从-0.1开始 一般极限是在-0.2这样 刚开始可以跟我表格这样 不仅稍微大一点 每次往下调节-0.05 烤机测试没问题了 就继续往下调 然后发现不稳定死机 三分数异常等等 就往回调一点点 我这里摸到最好且不会死机的设置 147K是-0.16V温度也到了79度 这个时候已经跟123微码最好的效果持平了 而137K这边能降0.18V温度直接干到了63度 效果已经是相当的amazing了 当然还没有完记住这个Offset的数字 我们把它恢复成默认的状态 微码记得还是调成104啊 下面开始测试AC 还是那句话如果找不到这个选项的话 可以直接在搜索框里面找 接下来我们要找到CP的触发点 AC一般从60左右开始摸 没事降低10直到触发CP CP的判定就需要另外一个软件的R23 我这里设置的是跑2分钟的多轮测试 跑多轮可以验证CPU的稳定性 最终的得分也会稳定一点 R23官网现在已经不提供下载了 这个我同样是打包在下面的链接 这里给个参考分数 如表格所示 如果差距大于1000分以上 且没有过热的情况 才算是触发CP 另外分数还受系统干净程度 内存频率等等的影响 所以只能给个大概的参考范围 以我这颗147K为例 60会过热 50又会明显的触发CP 找到50这个点之后 回了一点 让CPU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我这个147K要回来到55才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降压效果并没有特别明显 温度仅比默认状态降低了4-5度这样子 但不要着急 这里只需要摸到触发CP的边缘就好 还记得刚刚的Offset吗 这里摸到最好的是-0.16 这个时候把Offset也开启回去 就会得到非常神奇的效果了 软显功耗只有198W 输入功耗也从最初的454W 足足少了142W 温度只有74度 这次可不是截图 这次足足烤了20分钟 全程没有报错 R23也是同样正常的 137K的效果就更加离谱了 可能是这颗比较掉的原因 最低只需要149W 没看错 这个是在烤FPU 现在只有60度 对比默认是直接少了37度 你以为这就是极限了吗 开头也讲过 这次还有Z790主板 降压可不是B版的专属 Z7版的降压操作会有所不同 不过也是有相同之处的 比如说第一步还是更新到最新版的BOS 第二步重点也依然是要调防掉压的曲线 这里同样是给它MOS 7 接下来就要摸电压的最低点了 那么进入BOS Z7版是可以手动电压的 这次教程就直接手动电压了 如果你是玩BOS的高手 Offset或其他方式也是可以的 由于Z7版这边是没有CP机制的 所以判定是否电压到最低点 就需要烤机了 可以是FPU跑30分钟 也可以是R23跑30分钟的多人测试 当然P95这种也是没有问题的 一般如果电压有问题的话 跑几分钟就会出现爆错了 按以往的经验 13 14代的CPU在MOD 7的曲线下 范围给到是1.35到1.25V 越是高端的U可能电压就要越高 这里同样是以0.05的步进先大范围的调整 每次调完之后都需要进入系统 跑两分钟的R23做一个快速验证 直到出现爆错就需要回调了 回调的话建议是0.01V这样子 我这里摸到147K最好是1.3V 一点向下的空间都没有了 137K是1.26V 这个时候进入BOX同样是找这个MicroCode 把微码切换成104 14代这边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效果了 仅切换一个微码 功耗和温度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137K这边就有点复杂了 它居然是电压软显功耗等等是上升的 这个跟BOX有很大关系 微信一下板这边切换104之后 ACDC会有所改变导致电压出现异常 所以在前面手动电压设置和104微码的基础上 还要再调节ACDC 这一部呢13 14代CPU都要调的 这里的方式呢跟前面聊过的B板基本上是一致的 不过呢这次就没有CPE给大家保底了 电压是否正常啊 全看R23这些会不会爆错 有可能给它太低的话还会蓝屏死机 这里呢给到我们这次摸的完整表格给大家参考 这里DC最好不要动啊 或者手动设置为110就好 这个呢有可能会导致软显功耗不准 147K这边最低是摸到了AC35 温度是71度 137K这边呢是摸到了1 我感觉还有继续向下的空间 但1已经是AC的极限了 61度的效果也已经很好了 那终于到了总结时间了 这个表格呢就是我们最终的降压成果了 那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这次给到的表格自行尝试 并且可以把你降压后的截图发到评论区给大家参考 如果有兴趣讨论更多降压的玩法 也可以进群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当然还有更多的玩法等待大家去尝试 比如说这个防掉压的曲线 这里Mode 7只是根据我个人经验的判定 有可能会有更好的曲线 那么回到最开始聊的为什么要降压 本来可能是一个360旗舰水冷都压不住的CPU 现在我用一个240水冷也依然有很大的余量 那就算不换散热的话 也可以用更低的风扇转速去压住这个CPU 而这个只需要动动手指 在BIOS里面几不简单的设置就可以达成的效果 那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尝试一下呢 另外在我之前的视频评论下面也有人会担心 这么低的电压会不会缩钢 会不会影响内存超频等等 这个是我自己在家里长期用的电脑 这个样的设置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主板是华硕的一些790i CPU是137K且开启核显的状态 我给它的电压走1.28V 而且是开启104微码的状态 那内存是7600C36 1.35V 烤机只有170W 温度也只有68度 但是我的风扇转速只有1300转左右 几乎是听不到声音的 目前我用下来也没有遇到过什么 奇奇怪怪的问题 所以大家先别急 华硕的教程真的在做了 马上就来 如果我实在担心的话 可以稍微回调一点 比如说加个0.05V 或者AC稍微调高一点点 不要那么极限嘛 所以这里还要做个免责声明 以上的教程可以理解为一种 降压超频的另类操作 既然是超频 那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大家自行判断 好了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了 在视频的最后还是要特别感谢一下 TWISE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本期所有设施都是用我手上这个 展玉AAM OLED曲面屏随冷跑出来的 降压效果也是非常显著 现在在他们官网 已经开源了冷头动画的杀文件 大家可以去尝试创作一个 专属于自己的裸眼3D视频 好了那么这次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个免费的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 新的观众再顺便点个关注或者订阅 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 我是肥仔 带你羊肠 拜拜